哈喽大家好 那么此时此刻欢迎来到吴才说 我是Sky王 然后今天非常巧遇到了吴才 然后非常开心 我们现在在Postman的门口 没其实不巧 我是专门特意过来的 Sky王可能露馅了 露馅了 对对 本来是想假装偶遇一下 对对对 Sky王是B站最有排面的 所以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了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记得去订阅一下 然后我的ID是Sky王666 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叫排面王 哈哈哈哈 现在小伙伴们一起再次向 邪斩进发 回头 后来我们去学讲的时候大概是下午的六点钟吧 快六点钟 所以去了之后就基本上都撤摊了 然后也没有拍什么东西 但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 我们走的时候外面突然下大雨嘛 对然后下大雨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呃 那边等滴滴的时候有个观众过来 然后他说他去去现场玩游戏抽中中了一把伞 然后刚好他又带两把 所以就给了我一把 我下一批的佛奇玩鞋梯到了之后 我会给你记一件新版的佛奇玩鞋好不好 新版的T呢 会不管在工艺上还是材料的选用 甚至包装上都有了一个革新的变化 所以喜欢的T恤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在节目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双球鞋呢 其实是我觉得上半年以来 所有的Air Jordan系列里面 我觉得是配色最特别是一双看鞋盒猜鞋子 对然后这双呢是乔丹的一双联名球鞋 其实乔丹跟潮牌或者跟饶舌歌手 哦 好吧我还没卖关子就打开了好吧 哼 直接给大家看吧 就是这双AJ四代跟Travel Scott的一双联名球鞋 好 好 就是这双健康的一双 我们啊 在这双写的上 enemies 而那我们不在单身上的地盔 然后用这个手分享 让下集是一双子版本地吃光 然后这双鞋子的购买渠道呢 就是Foot Action Foot Action就是国外的一个电商吧 如果关注AJ比较久 大家会发现其实AJ四代跟潮牌联名 或者跟潮人联名的是最多的一代 像什么艾米纳姆啊 或者像今年有Livas啊 很多 在乔丹本身他的球鞋的配色上 极少有出现这种天空蓝的这样一个配色 那这个配色呢其实是来自于Scott他家乡的休斯顿 一个橄榄球球队的那个队灰的盾牌的颜色 整个鞋子全身呢都是newbug newbug材质 然后这个材质的话相当不好打理 所以的话 哎到目前为止没舍得穿过 因为他这个鞋头就不穿 你看因为他的鞋头是很容易起褶皱的 对所以的话你穿一穿就磨损很快 联名的部分主要体验呢 在这双这个脚上比如说一般AJ都会给一个吊牌嘛 他吊牌外侧的话就是这个张牌logo 诶 这个newbug好厚啊 对外面这个张牌logo是凸起来的 然后内侧的话就是他们饶舍歌手厂牌的一个名字 包括这个鞋跟的厚处 然后Travis Scott的叠照里面有三个配色 这是一个蓝色 还有一个紫色 我觉得紫色那个真帅啊 紫色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但是他有在Instagram的po文上有穿过 还有一个的话应该是属于那种有点像Undi Fitty的那种绿色 或者叫橄榄色 这个他的鞋子内衬是红色的点缀 对所以这样的看整个鞋子一共三个颜色 蓝色黑色红色白色如果也算的话 然后鞋底的话他就是这样的半透明 黑白凉色 然后他这边不会是夜光的吧 应该不是夜光 我们像牛八格呢 就是他这个其实 就你手如果拨动他的鞋面的话 他的这个毛的方向是会变化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点点颜色变化的感觉 对啊 四代可能四代偏不偏满呢 不偏 但是脚感怎么样呢 很一般 因为老的这种Jordan鞋子 大家不要有包太大小 对 今天这种比较短很简单的一个球鞋介绍 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